此刻 原生不知处一片寂静 只有在这近视里却燃烧了一碗的灼热 嗯 蓝湛 是的 魏英 蓝王金星买一竹地将头埋进魏武线的发间 细细嗅着他身上的味道 蓝湛 我们原谅他吧 原谅 蓝王金凝住了 他知道他指的是谁 是的 你想 如果他不放手 我这次可能真的要回不来了 蓝王金没有答话 心里却知道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他又报警了他 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有那些愚蠢的念头了 蓝湛 你知道吗 我最开始是很想去找所谓的二哥哥 可后来 过了一天 我就不想了 我只想快快地回到你身边 魏英 真的 我觉得我一下也不能离开你的 所以以后再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把我关起来 教训就好了 可以凶一点 狠一点 不必对我客气 我也绝不会怪你的 可是 我不舍得 韩光君很为难 你傻呀 对我凶一点才是真的爱我 知道吗 哦 知道了 虽然不舍得 韩光君还是很谦虚地接受了 那你 愿不愿意原谅他 好 听你的 毕竟 人家还拼死 救下了我的身躯 帮我们保存了16年呢 是的 你正好 二哥哥 他抬起头来 两道视线交合 融入了所有的爱恋 不依不饶地纠缠着 不舍一开 窗外扶来微微的清风 窗纸透出白色来 蓝湛 今日是月中吗 不是 那为何月光那样亮 蓝湛向窗上瞄了一眼 笑道 卫英 那不是月光 是天亮了 啊 天亮了 怎么这么快 我们 都还没有睡觉呢 魏无羡慌道 无妨 现在睡 狼王鸡笑笑 倾听他的眼 不如 我们不睡了 再睡下去 如若再发生点什么 真的 就老药不饱了 不睡了 嗯 我想到 我还有好多事 要办呢 魏无羡眨眨眨眼 笑道 虽是一夜未眠 他今日 精神却亢奋得很 哦 我们得去向叔父说一声吧 他也担心了这些日子了 好 还有星木 温宁 嗯 还有江城 说完后 又黑黑的两声 好 狼王鸡边也笑了 那韩光君 你快点起来 帮我穿衣服呀 报道小少爷又上线了 好 小媳妇 很是乖巧 他马上就下了地 忙碌了起来 又是这样美好的一天开始 魏无羡 满意极了 也许 这世上 就没有比我幸福的人了吧 他偷偷地想着 嘴角 不觉 又向上翘了 眼里都是 闪着亮晶晶的笑意 这笑意 让刚拿了衣服过来的韩光君醉了 岁月绵长 形意更绵长 两人起床 更衣下地 起诉必 相视一笑 推开了近视的门 瞬间 阳光满市 一黑一白 迎着阳光 并肩而立 又是最漂亮的一对 两人来到星木的房间 敲敲门 星木却并不在屋内 这样早 他去哪了呢 两人转身出来 正在疑惑间 却见星木从山上跑下来 头上热气腾腾地冒着汗 手中持着他的剑 父亲 阿爹 星木笑咪咪地叫了声 星木 这样早 你去哪了 魏无羡笑道 今日休木 我早起无事 便去山上 烈剑了 魏无羡俯身 抱紧他 星木 你真棒 阿爹 你是不是 记起来了 星木 攀了魏无羡的脖子 望了他 笑道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什么 都瞒不过他的眼 魏无羡点点头 是的 星木 你高兴吗 高兴 我太高兴了 星木欢喜地道 又将嘴 奏向他耳边 轻声道 阿爹 我最爱你了 阿爹也最爱星木 虽然是小小声 可韩光君的耳朵 是吉林的 他什么 都听到了 不免微微 皱了皱眉头 魏无羡一见 那脸色不大对 盲凑近他耳边 瞧瞧道 我骗他的 我最爱你 说必 在那耳垂上 轻轻一咬 韩光君这才斩了言 咬唇不语 脸上 却还是露出了笑意出来 魏无羡好笑地 捏了捏他的鼻子 放下星木 三人拉了手 一起去雅士 蓝起人正在与蓝西沉 两人相对坐着 准备用早餐 醒了里 星木便去到老夫子身边 抱了他的脖子 倚着他站着 魏无羡还笑道 叔父 大哥 老夫子与蓝西沉 交换了个眼神 星木笑道 叔公 大伯 我阿爹 已经醒过来了 原来如此 很好 坐 老夫子和颜悦色地道 看得出 他也是很高兴的 用过早上位 未曾 魏银一醒来 便要来给叔父请安 老旺鸡一高兴 话也说得漂亮些 果然 老夫子更高兴了 这个魏银 虽然不羁 礼数 却是越来越好了 归根结底 都是受了旺鸡的影响 甚是不错 胡子又翘了翘 便立即 船人送了三人的早餐来 虚鱼 安安静静地 用过早餐 蓝西沉笑道 阿县终于醒过来 火门旺鸡 可是担心极了 魏无羡笑道 是的 让蓝湛担心 也让叔父和大哥担心 是魏银的错 星木盲插了句 阿爹 星木盲很担心的 大家都笑了 老夫子道 也不能怪你 醒来就好 以后小心些便是 又命人去请司追 一时 司追来了 直到魏银已恢复 自是喜不自禁 老夫子便向了司追道 你安排下 今晚加夜 是先生 司追恭敬答道 这将是云深墓之处 举行的第一次 既非逢年 又非过节的一场佳宴 老夫子对魏银的喜爱之情 真是日盛了 魏无羡笑与蓝望鸡相视一眼 据事又惊又喜 太棒了 今晚佳宴 庆祝阿爹醒来 星木拍手叫道 大家又都笑了 真是个开心果 随追又道 先生 我明日便去参加 金灵台的清堂会 嗯 老夫子点点头 什么 明日金灵台有清堂会 魏无羡喜道 是的 魏前辈 随追笑道 蓝湛 我们也去啊 好 父亲 我也想去 好 今日 估计星木提任何要求 都不会有人拒绝的 那我赶紧派人传讯去金灵台 司追道 清堂会都需要各仙家门派 预先报上名去 由祖家提前安排位置 不必不必 魏无羡望摇手 先别说我去 司追 低头想了想 笑道 也好 魏前辈 那我便不去了 你跟航光军去吧 可以坐我的位置 不用金灵台 另外安排 反正 魏无羡喜与蓝湾机 时时都是坐在一起 一张集 也就够了 司追考虑得 自视十分周到 蓝湾机便点头 好 因为惦记着江城 魏无羡 等没有坐多久 立起身来 行礼告别 司追也站起来 但蓝湾一家三口 行至门口 方要坐下 却见魏无羡又转过头来 唤了他一声 跟着又微微一笑 司追便懂了 笑道 前辈放心 魏无羡点点头 三人行至门外 星目便道 阿爹 你是不是 要哥哥不要让 林哥哥和锦衣哥哥知道 你恢复记忆的事情 魏无羡笑了 你怎知 哥哥都知道 我当然更知道了 我是阿爹 肚里的小蛔虫 星目骄傲的道 还用食指 比了个小虫子 蠕动的姿势 魏无羡忍俊不惊 向了来望鸡道 蓝湛 蓝湛 你看 你浇了两个小蛔虫出来呢 蓝旺鸡也笑了